今年的清明节可是有四天的连续假期 这交通的书役应该怎么样来因应安排呢 我们要告诉您高铁准备要加开147班次的列车 预计是在3月6号也就是后天的凌晨零点钟 就会开放民众来抢票 那么包括了有一半的班次都是符合早鸟优惠相关的规定 要赶快查清楚 另外台铁也要继续示范花东新自强号的自由席 要邀请大家尽量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经历节下月3号登场 一连四天假期就怕国道又要塞爆 高铁决定服务返乡扫墓以及外出旅游的需求 将于4月2号到7号 加开南下87班 北上60班 147班车次 而这次期间不仅半数车次是用早鸟优惠外 同时大雪旋优惠也将于4月1日提前加码16班 旅客可以从3月6号凌晨零时起 以至于购七宁书役期间 去回程车票 而台铁表示 春节试办花东新自强号自游席后发现 民众的乘车安全性致死都不错 将在经营节冷序假期 继续试办花东新自强号自游席 但是否为全车自游席 仍在考量中 具体的班次规划 预计在3月上次公布 记得王明宗无比宁台北报道 没关系 本算是1月3日子的 氏